大家好 今天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国际奥委会正式官宣 恭喜牛 牛国良 恭喜适应商 国评有望 包囊无惊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评的最新消息 众手周知啊 目前国评正取在啊 八年奥陆会周期 那么这也是国评在未来几年呢 将会面临着最为重要的赛事准备工作 那么很多球迷啊对国评国评呢 几月后众手周知啊 在冬季奥陆会期间啊 国评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虽然说夺得了四块金牌 但是啊没有实现包囊五金的目标 在混双的比赛中啊 有时候和树心的老将组合不敌日本的组合 很多球迷啊也是感到有些惋惜 当然了这两位老将也是拼尽全力 想要为国评啊抹下这块金牌 但是最终呢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那么因此啊很多球迷也希望啊 国评在下一次巴黎奥陆会上面呢能够去冲击五块金牌的目标 那么在近期呢国际奥陆会方面呢也是正式官宣了巴黎奥陆会的相关赛程安排 可以说是啊非常的符合了这个国评队员的整体情况 很多球迷啊也是非常的开心 纷纷的恭喜刘光良之了恭喜啊 声音上 那么根据啊媒体报道啊 巴黎奥陆会的乒乓球赛程啊安排的非常的合理 从7月27日至8月10日整体跨度啊为15天左右 尤其啊各个单项的冠军争夺啊将会分开进行 也不会都等到最后啊来决去冠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国拼的林青小将啊 声音上也呢也会是一个挑战 如果说到时候声音上同时报名几个项目的比赛的话啊 以声音上的强大实力如果能够同时闯入最后的决赛的话 那么在很胆的时间之内啊将会进行多个项目的比赛 那么这对体能呢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前面东京奥陆会期间呢赛程也是比较的紧密 但是现在呢巴黎奥陆会方面呢将会把这个决赛 这个比赛啊分在很多天进行将会啊给队员呢提供更多的体能取备 这对于啊国拼而已呢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 众所周知啊声音沙更实力啊非常的强大 那么在未来啊声音沙也会是国拼的举例队员 那么等到巴黎奥陆会周期啊如果说声音沙能够同时参加旅单 混双以及旅坛的比赛的话 那么当比赛的时间分散之后啊 那么声音沙就有很大的机会啊去冲击三块金牌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巴黎奥陆会啊 关于乒乓球赛事的这个决赛时间的安排啊也非常符合中国球迷的观赛需求 根据啊这个相关媒体报道啊那么决赛的啊这个比赛时间啊 基本上都安排在啊中国时间的黄金时间带 比如说啊在晚上七点半至十点左右进行 那么这样啊国拼球迷啊就可以大饱饮服 正好是啊观看比赛的大这一个最佳时间 那么同时呢啊那么整体赛程啊比较合理 然后呢也留出啊充分的休息时间 那么国拼呢本身呢实力就非常的强大 再加上呢这个时间安排比较的合理 那么国拼在柳国梁指的带领之下 真的有希望啊去实行啊包揽五金的梦想 大家认为呢进行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